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干嘛呢 上一次我做过了大椒 对吧 然后带去了朝阳打个中心 那天的品尝 大家的评价是 甚至有人以为我是买的 然后这个名声传出去了以后 我决定把它细化一下 这一瓶大椒加一个好看的包装 过几天我还要送给一些神秘的朋友 这个外形呢我想要用民族风的感觉的布 但是用这样的形状 所以我现在想沿着这个布 踩住这个形状来 然后最后我再给它挂上这么一串 小辣椒 好吃的东西就需要一点花里胡哨的包装 让它锦上添花 其实大家从我做手工的这个笨拙程度 就能看得出来我不是一个擅长做美工的人 但是为了让我的辣椒 从外观上看起来更好吃 我就有必要就是突破我自己 超越我自己 我要努力 饭做的好吃没有 因为我要外形意也要给它做好看一点 先引人入圣 动手小笨人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要说了 大家安静地看 大剪刀不好用 我们来试一下小剪刀 哎这就对了 就是这种我想象的裁剪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那我现在来把它缝一下 那我现在来把它缝一下 但是我对于穿针影线我是非常有自信的 因为以前小时候我外国眼睛不好 这个穿针影线的事都是我来干的 好现在FLAG LAMA 然后穿针影线发现搬进它们里面 这是穿进去了 还是没穿进去了 哎 纤维太长我剪一点啊 说穿咱就穿 那轻轻松松就穿好了 这个怎么会过了呢 它直接就过去了 啊 还好 OK 最后一个节 咱打好了 嗯 我们现在先把它翻过来再说 哎 等一下 哦可以了 哦对的对的 这个大小是对的 哎 这个是我要的效果 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反衣服穿反的 现在感觉像一个钱包 挺好的聚餐 我来看看这个瓶子 哦 哦 哦差一点就 没位置给我穿那个小配饰 我理想中呢是这个大小的小米辣 然后呢 它太寡了 没有绿色的叶子 所以我想说再找个有绿叶的 于是我就找到了这个钥匙扣 又太大了 现在变成了一个潮天椒 先把这个钥匙环去掉 然后后面我再继续找大小合适 有红有绿 不是钥匙扣的辣椒 现在是微辣 给我来个中辣 三串是特辣 改变方案 我先把它包起来 先摔 然后呢我在这个摔出来的绳子上 给它坠上这么一把辣椒 其实会比较好 朋友们这个比猪辣椒很多 现在引起了这样的 我再来 来两个 剪刀卡住 好嘞 它现在给我的感觉 这两片辣椒 一点像我这个刘海 就是你看 这样的感觉 这只是一个手工的出成品 我希望以后我还能把这个技术就是精进一些 现在我准备以这样的造型来包装我的辣椒 看着还可以 色彩新颜色的丰富 也有刘海 包装都成了 那接下来回到宿舍以后 蜡蜡炒起来 然后用这个小罐子装起来 希望收到的朋友能开心品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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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